所以首先我要做一个轮盘 所以我一样用基础图形 我选一个圆形 然后这里有一个叫做评分等份 那个显示等比区块 所以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看你要分成几块 它会帮你做评分 假设五块好了 你就点五 它就帮你切好五块了 那切好五块 我可以在每一块上面 着不同的颜色 所以我用选取工具 选到每一块 我去着不同的颜色 每一块去填不同的颜色 那时间的关系 我先填两块就好 然后我在上面把 把主别的字打进去 或者题目的字打进去 那一样 我把它拉大一点 然后我把这整个东西 我把这整个轮盘 跟我上面写个字 全部选起来 然后群组起来 它就变成同一个东西 那变成同一个东西呢 这边有一个旋转功能 所以我就可以在播放模式 等一下 我就可以在播放模式 播放模式 去选到这个东西 可以做旋转 那所以你要做转轮盘 你只要多一个指标 多一个指标 那我要在编辑模式 多一个指标 让这个指标 让这个指标去指到 指到你要的相关位置 重点是这个指标 要记得要锁住 锁定 它的位置才不会跑掉 所以你把它锁定之后 这个位置是不能移动的 所以当你在播放模式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选到它 去做旋转 转到谁 就是请他报告 或者你的题目就是这一个 这个叫俄罗斯轮盘 所以以上几个练习呢 是我们在Muyibo演习里面 大概会这几个 你就大部分的功能就可以去摸透 那我把剩下的 锁碎的东西稍微讲一下 刚刚这个T 这个T是我们一般 可以直接输入文字 中英文都可以 然后呢 如果你把它变成A 就它就可以做文字辨识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是A的话 你就它可以把你的手写的笔画 换成文字 那也就是说 这时候我在上面写 你写了一个字 对不对 在这里哦 这里就可以做转换 所以你选了A之后 用手写的方式在上面写字 然后这里就可以帮你转换成 电脑的字 电脑的字 我再操作一次 在A的模式 然后随便找一个位置 随便开始写 然后用这一个 就可以把它转成中文字 把它辨识率也还不错 但是用滑书写就比较丑了 所以你有触控板 触控荧幕 就会比较好写 再说